你知不知道韓文怎麼說? Hemul Pajan Hemul Pajan 是在什麼時間和哪裡有得吃? 其實一年四季,特別過時過節 韓國人都會吃的 如果去到韓國,去韓國的一般餐廳都有 很家常的便法 快點做吧,我們自己家裡怎樣做 Hemul Pajan,它最重要是要有蔥墊底 很多蔥 對,它要鋪在底下 我們看看我們的鑊有多大 我們量度一量,大概是這個尺寸 因應不同的鑊 我的鑊比較大,可以做長一點吧 切開 其他用來做… 留下一次吧 對,下一次 或者做薑油、蔥油等等 對,然後就… 他們都很喜歡… 真的用這麼多蔥 我不吃蔥的朋友真的不用吃了 對,但如果… 有其他種是代替嗎? 泡菜,泡菜煎餅 做得差不多,然後我們就剁它 我用刀背剁 對 我不是要剁斷它 不是剁斷,是剁鬆它 是 這樣就會入味一點 輕輕 之後就會撒些麵粉 是 撒上麵 是,作用是什麼? 叫它乾身一點 而且稍後容易上粉一點 不要太滑滑滑 然後我們最重要是做那個漿 是… 做那個漿 其實大家可以去一些… 有些韓國店都有的 最主要是煎餅類的那些… 那些粉 是 它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煎出來會比較脆 又不是用完的 看看份量 很濃稠 對,如果你太濃稠 那它就會… 即是會沾得太… 這樣就不行了 對,太…太濃稠 對 要少許… 即是會比較流質 哦… 有些… 例如日式的煎餅 都是這樣的 沒錯 那如果有時候你覺得不行 這樣伸手下去也可以 那些韓國人是喜歡用手… 伸手下去做什麼? 去… 伸手 伸手 他們很喜歡用手下去 因為他們是說手勢 令到材料入味 哦… 而且他們不想有粒粒的起出來 是的 所以要捏它也對 其實這樣就差不多了 挺好的 其實也很方便 而且它很容易攪勻 是… 這個菜其實是鹹食的 對,鹹食的 你看到現在這樣就差不多了 是 稀稠剛剛好 然後呢 我們首先就… 因為海鮮 我們首先要煮熟了它 好 那這裡有一般很喜歡吃的蠔 是 魷魚和蝦 蝦比較大 我就切一半 是…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可以加雞湯做這個湯底 是… 現在這個份量是越多了 嗯… 因為每個人喜歡吃的程度又不同 是… 有些小朋友喜歡吃多一點 這個我就不需要煮熟了 還是怎樣 剛剛熟就行了 剛剛熟就行了 待會再煎 有些糖 是… 還有些鹽 要調味了吧 是… 還有要先出水 不然待會煎完水 是… 沒錯 現在我們就開始煎餅了 加些油 比較油 用多一點 是 如果在家吃可以用更好的油 嗯… 我沒試過一次過有這麼多蔥酒 出來煮 是 哇 因為他們很喜歡吃蔥 是 蒜 你就兩邊一樣 一口一味 對 因為我… 如果在韓國很多時候店舖都是一邊 是 但我又不太喜歡這樣吃 就像吃到一邊又吃到一邊 我喜歡這樣 這個你改良過 對,我改良過 是,我改良過 是送家的 這個可以先煎一下 好 要加一點入味 讓它軟身一點 你看到有些已經軟身了 是 其實蔥很快熟 是 你看它開始縮水 對 其實已經熟了一半了 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加一點鹽、糖 那些海鮮可以了 麻煩你幫我 剛剛放起 那我就幫你撈起 因為你待會還要再煎它 沒錯 那現在你就要控制火候 弄小一點火 我現在就加漿了 是 那你就要鋪均勻 是… 這些主要是外出吃就能吃到 但家裡有很多人煮嗎 也有很多 有些人都會問我怎樣做 是 其實它是一層一層的加上去 是 那就不用太虧質 總之它是平均鋪在上面 是 你令到每一個 即蔥都蘸到這個漿粉 就可以了 很香 你又聞到香味 對 還有有點像我們平時 可能在家裡自己做的Pancake 對 倒些漿粉 然後就可以把海鮮鋪在上面 是 很足料 對 即是家裡吃的話 比較足料 對 海鮮不需要太大顆 我記得切到它 小顆就好 剛好 接著要做些甚麼 在煎中的同時 做些蛋 還要加蛋 對 如果這麼大大大 我想四至五隻 是 因為你越大 當然要多一點 要用蛋就多一點 你不用做得太均勻 是 這樣就可以了 以前韓式的煎餅 會加些蛋在粉漿上 但現在就流行 是粉漿先鋪在底下 接著就鋪在表面上 你看到現在這裡差不多 是 那你就鋪在表面上 接著 就加一些 青椒 還有紅椒 那裡真的很豐富 是 很厲害 然後 要反對它們 要動一下底 是 因為它們在韓國 是一個很大的鐵板 是 難怪你說 在家裡做 可以自己做到 其實不是 真的很容易 然後蓋上蓋子 焗熟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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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很香 很脆 我想讓大家看看底部 其實我喜歡吃這些 我喜歡的 還有多蔥 我喜歡 是嗎 如果怕腥的話 可以加一些酒 我剛才煮的時候 那些海鮮 對,但這個就不太腥 我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些都不腥 而且很香 而且我覺得吃到蛋味 你剛才不是說 你喜歡放在面上嗎 對,現在放在面上 可能這樣更香 我真的太喜歡 而且我喜歡它 很多蔥的感覺 煎焦焦的 很香 很香 好介紹 如果你覺得醬油不夠 可以加點醬油 糖和麻油也可以 好介紹 不如重溫一下材料 吃吧 好